東外觀眾陽年好 我是方可月 先祝大家身體健康 財源廣盡 心想事成 每到春節期間 都有很多朋友 就找我問一下 2015年陽年的桃花運程 那我現在就跟大家分享一下 十二生肖的桃花運程 肖的朋友今年就是犯太歲的 是跟太歲相破 感情亦都容易破裂破敗 特別是拍了很久的人 對於戀人來說是諸多不滿 亦都未必能夠和他坦白 和他講清楚 做出了冷淺的局面 如果能夠妥善去安排的話 分手的機會就不是那麼大 未有戀愛的對象 今年是有機會 跟朋友或者親友介紹之下 是認識到一位合心水的異性朋友 肖狗的朋友 想增強桃花運的話 平日就多些穿紅色 粉紅色 或者紫色 橙黃色的衣服 以及帶粉精 或者紫色 都對催旺 因緣運是有幫助的 肖狗的朋友 今年是沒有任何吉星 催旺自己的因緣運的 單身的男女 如果想說今年拍拖 多些出席朋友的聚會 可以提高結識異性的機會 已經結婚或者是有對象 感情生活就比較容易起風波 受到五鬼天空星的影響 中日就二神二鬼 情緒也起伏較大的 因而對伴侶的關係 是不太好 如果處理得不好的話 就有可能佈置到分手的收場 肖狗的朋友 想說增加自己的桃花運 可以平日穿多些白色 黑色 藍色的衣服 還有帶些金色 或者銀色的飾物 都是有助催旺桃花運的 肖鼠的朋友 今年就出了一顆 咸慈星 是一顆不良的桃花星 已經結婚 以及拍拖 要特別注意一下 可能有第三者 坐進你的世界裡 兼且有一顆小號星 小號星是代表破財 同時出現的 要小心 因色而破財 你有戀愛對象的男女 今年就可能遇到一些 有機會的對象 但要小心 對方隱瞞了自己 是已婚的真相 犯太歲之年 提防感情的騙子 對方隱瞞了自己 屬鼠的朋友 想增強自己的桃花運 平日就多穿白色 黑色 藍色的衣服 以及戴金色 銀色的飾物 都是有助催旺桃花運的 看完之後 在感情方面 無論德和失都好 我方開月 都是希望大家能夠 抱著赤子之心 勇往直前 找自己的另外一半 祝大家揚眠得意 恩全好合 恩全好合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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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